车沿着马路缓缓前进作业 这时候后方一名男子 从后方骑着机车快速靠近 而男子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有其他车辆 完全没有减速就直接撞了上来 当场机车是倒地转了一圈 人也惨摔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猛烈一撞让男子大量失血 地上还留下了大片血迹 机车残骸散落一地 可以想见当时的撞击力道有多大 而锦销货报也立刻赶到现场 先进行急救处理之后 赶紧将男子送医救治 而车祸意外就发生在新竹市旧设大桥上 11号下午 撒水车正在桥上执行任务的时候 却遇上男子骑车从后方追撞 让他当场头部重创 送医后还是伤重不治 患者一时动光是昏迷 不先有相分 于是当下我们就立即将病患送治 台大医院处处置 经过酒测 骑士和撒水车的驾驶 双方都没有喝酒的情形 但家属质疑撒水车的后方没有警示措施 坚持要提告 而驾驶则解释沿路都有打警示灯 至于车祸的造势责任归属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和蒙签新出报道